讲到戏里的老婆 那我们也关心一下就是戏外的太太的部分 就是最近发生一些事情 应该是有影响到你们的心情 那不知道太太现在情况有没有好一点啊 你又心情又怎么样的这样子 哦 不好意思 断掉了 是真的断网了 大家好 我是郭伯仁 哈维不见 大家好啊 今天想念你们 嗯 不好意思 今天是我们因为工作的关系 没有办法能够兴致来到台湾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科技 跟我们断网的电影是一模一样的 都是非常发达 拍之前我去特别去上 上网了当然 幸好没有断网了 上网看到就看到一个真的是一个 年纪很小的 是一个印度的小朋友 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网络 听说是黑客 我就看他对一个电脑里面 他怎么去处理 最近呢 开家长会的时候 老师也说过 女儿呢 在这段时间呢 有一点分心 分心要我们就研究就是说 因为现在上网的一个 太简单的事情 连小孩子都要上网 连学习的时候他们也上网 所以我觉得在家里面 我跟我太太说 在家长会结束以后 就是一个月左右 这个之前吧 我们就是 强制他不准看电视 平常的时间 要把所有的iPad 电话 在学习的时间里面 全部把它收起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让 女儿能够可以集中在一个 真的课本下面 对于一个没有接触很多 广东话的演员来说 是非常困难 但是我的雅言是完全 胜任有余 好的 那谢谢 我们最后的两分钟 喂 诚哥 诚哥不好意思 又是自由十八的渣渣 既然诚哥 讲到戏里的老婆 那我们也关心一下 就是戏外的太太的部分 就是最近又发生一些事情 应该是有影响到你们的心情 那不知道太太现在情况有没有好一点啊 你又心情又怎么样的 这样子 哦 不好意思 断掉了 是真的断网了